大家好 見到我就知道今天又是體身裝修了 這裡是觀塘寶貝院 一個400呎 原積兩方的單位 設計師幫護主改成三房 究竟隔成怎樣呢 我們現在看看 這裡的客飯廳分區明確 電視機還在客飯廳的中間 所以不論坐在沙發還是飯桌旁邊 都可以很方便地看到電視 主人房設計簡單 一張雙人油壓床 配一組大衣櫃 而特色位是衣櫃中間偷空一個位置放電視機 方便護主在房間看電視 全景屋最考設計師功力就是這間小女房 由一間原本只有60呎的小房間 再選出來 新選出來左邊的房間是女房 靠前部份是書桌和衣櫃 而後方的高位是睡床 只剩下右邊的當然是小房 前方位置是睡床 書桌和書櫃 而後方靠下面的位置就是衣櫃 為了令冷氣可以走勻這兩間房 設計師在兩間房間安裝了白葉 既保障私隱也節省電 至於廚房和廁所都是原積的位置 地方都很大 所以設計師認為不需要有大改動 都可以好洗好用 而護主也在網上買了這張可以拉出來的燈 換鞋都可以坐得舒舒服服 今集就到這裡 想看多點漂亮的裝修 記得追蹤我們 下集見 拜拜 Easy House位於科學園 我們成功配套超過2000個裝修案例 歡迎準備裝修的你 透過上網或電話 向我們提供基本的裝修資料 Easy House專員會因應 校會的預算和裝修風格 提供三間合適的設計公司 和裝修公司上門到赤 我們會為校戶提供報價分析 和見證簽署裝修合約 在工程期間 Easy House專員也會定期上門試冊 裝修進度 令校戶更了解單位中的狀況 所以快點聯絡我們Easy House